天前期在香港举行新叠发布会 顺道宣布会在明年的二月中 在宏馆举行两场演唱会 一众好友兼合作伙伴 包括五月天和斯文康到场支持 一身白色的小旗 向在场现场观众演艺新歌 并由自建亲手扶持的 新乐团MP魔幻力量担任伴奏 五月天这次是特地从台湾飞过来支持小旗 他们表示跟小旗渊源很深 在他们还没有出道之前 已经跟着小旗四处表演 站在他身后担任伴奏 如今飞黄腾达 五月天并没有忘记小旗的帮忙 在小旗的这张专辑里 奉献了大部分的创作 但小旗感谢五月天友情跨道的同时 又采言被五月天对音乐的严格要求所吓到 其实凭良心说我跟五月天的合作 虽然开心就觉得很幸福 但是过程蛮折磨的你知道吗 有些歌他们就是死缠着我不放 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在试的过程当中 编好了去唱唱看 大家都觉得嗯 九十分有了 可是五月天就是说 我们可以一百分 我们试试看好不好 那我那时候问他们说 我们又花了钱又花了时间 那还是九十分 甚至倒退怎么办 五月天就说 没有试过怎么知道呢 我说好 既然这种精神 那就来吧 但是过程 也虽然是太艰辛跟崎岖了 这张专辑是任先奇 阔别乐坛三年后的首张专辑 他坦言 曾经因为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迎合乐迷的口味 当中经过了一些迷惘跟沮丧 后来解开了心结之后非常舒畅 而新专辑里面的MV虽然拍摄的相当辛苦 但就以已经派台的两首新歌来看 两个MV居然都有小齐跟女生亲吻的镜头 这次不知道为什么 我MV的导演都给我一些不错的福利 包括像神魔不信邪 我在那边调位打了个半死之后 我还有女神的亲吻 可是我当时是闭着眼睛 然后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触碰的时机 所以我也忐忑不安 我最怕的就是导演自己来帮我试戏 那就糟了 然后那过程当中是点到为止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对着的MV里面 也有一些可能比较表达亲密的一个镜头 但是都基于尺度跟礼貌 我们也是点到为止 那大家问我需不需要报备或什么 讲得我好像七管炎或是什么 怕这个怕那个 我是条汉子 还是要报备 没有关系的 其实我家里面对我的表演工作 尺度还是蛮宽松的 搜狐视频娱乐报报香港报道